讓我們歡迎漂亮的宋茜 哇 宋大美女你好 來來來來 來 慢慢來 剛剛唱的真棒 《夜空中最亮的心》 其實我覺得這首歌曲 能夠在我們今天的明星慈善夜裡面 巴上明星慈善夜 唱給我們在現場的所有的朋友們 你一定是 特別用心的來挑這首歌 因為我覺得其實做慈善 就像歌詞裡面寫的一樣 就在座的各位 都是《夜空中最亮的心》 來照亮其他人 是 是 是 因為其實這一次 不是我們的宋茜 第一次來我們的巴上明星慈善夜了 對不對 是的 不是第一次了 不是第一次了 而且好幾次了 對 對吧 在過去這麼多次裡面 跟這一次你覺得 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邊 你會覺得特別的 有特殊的感覺呢 我覺得其實 每一次來都比上一次 更加的開心 因為就是 我覺得幸福感是累積的 對 累積到現在 然後每一次來 我就覺得 我能夠貢獻一份力量 我覺得特別特別的幸運 是 是 是 而且我們覺得 在這邊也要代表我們的十雙八殺 跟你說一聲謝謝 因為每一次 都是來貢獻 貢獻你一份心力 對不對 沒有 沒有 我開心 是我的榮幸 但是說老實話 我們除了要 有慈善的心之外 我們更是要身體力行 是的 對吧 所以我這邊有個問題想要問一下 因為我們這次有一個 全新的一個項目 叫客後一小時 剛才問了很多一些藝人的朋友 他們可能要教美術的 或者是教音樂的 如果對你來說的話 你今天 會在客後一小時 交給我們這些 偏遠地區小朋友們 一些什麼東西呢 你沒想過這個問題 我教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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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提醒楊子爺說 他教跳舞 對 我們兩個一起去跳 但是你跳的舞蹈 跟他跳的應該不太一樣吧 我覺得我們倆可以碰出點新的火花吧 這個漂亮的姐妹倆 因為上一次有一次的機會 然後在休息室裡面遇到了 然後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跟他 就是近距離的結束 雖然有很多活動是一起的 但是很少有近距離就是碰到了 然後他就說 姐姐我有看到你的跳舞 然後瞬間懵了 就是在電視裡面看到那個小妹妹 然後在我面前跳我的舞 一下子沒有緩過來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其實也有做一些 工藝 對 然後我也有我的舞蹈教室 所以說我覺得 在舞蹈這方面 我覺得我可以做出更多的貢獻吧 是 太棒了 舞蹈 對不對 其實我這邊想要問一下 咱們宋切 就是 因為平時看到你都是在舞台上面的 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嗯 你有自己教過舞蹈嗎 以前上學的時候 有 就是上大學的時候 有教下面的小朋友 是嗎 你是什麼樣子的一個老師 因為如果我是小朋友的話 會看到 宋切好漂亮啊 我們的宋老師好美 不會啊 但是除了這一點 你覺得你是一個 什麼樣子的一個老師 我是一個比較會 就是 帶著他去做的 因為我覺得 其實有的時候 可能是 特別像舞蹈 它很難說 用言語來表現一些東西 對 還是自己做給他們看 我覺得會更直接 對 直接示範一下 我今天不會讓你直接做了 還是你要直接做一下 我做你來學嗎 可以啊 你願意嗎 算了 饒過你 好了 不過其實我覺得今天非常高興 因為我們的宋切 再一次來到我們的巴山明星慈善業裡面 最後呢 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問一下宋切 就是你覺得公益的力量最大的是什麼呢 嗯 最大的我覺得就是 每個人先住小小的一份力量 就會變成最大的力量 對 其實就像剛才的火箭少女一樣 每一顆心都是小小的 但是連在一起就像一個波浪一樣 是的 就是一個愛心的大海 是 我們再一次謝謝宋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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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的宋切 謝謝 謝謝